而百货专柜又传出来让与这个员工爆肝工作了 这个被点名的是Zara Chanel Roots以及Uniculo都被查到了违反劳机法 员工呢有的一天工作时间长达16个小时 有的是连续上14天班没休假 劳工局开罚四家业者2万到4万元要求立刻改善 电源一字排开 西班牙评价不是大阵仗来台社会 人潮几报台北101 百货周年庆期间人潮更多 还有这一家日本评价服饰成立旗舰店生意好 现在却也被劳工局抽检发现 员工超时工作几乎要爆肝 两家被我们查出来 它是超过12个小时的状况 台北市劳工局抽检百货周年庆 5家专柜却发现有4间劳工工时就超时 其中Zara劳工工时从每天8小时延长到10小时甚至更长 因此被开罚2万元 香奈儿则是有员工一天工作长达14个小时 被罚4万元 若此还被查获有员工连续上14天都没休假 甚至让劳工每天工作时间提高变成10小时 被查到工作最长的UNIQLO旗舰店 则有员工一天工作长达16个小时不符合规定 同样开罚4万元 那就是被我们查到违法的部分 我每天都采罚出去 被民众批血汗又爆肝的服务业 部分业者还没有接获处分通知 但劳工局要求立即改善 否则不排除持续开罚 中文新闻 张宁 欧宏顺台北 黑帮报道 匿集団 匿集団 Fisher 汹